连我都难免要怀疑 不然怎么这么不可思议的容易啊 全台湾668万户的停电 民企党立委叶宜金胜广播 针对815大停电责任 承认执政当局该负的责任不能躲 但说起大停电的元凶 纸上中油外包厂商操作失误 他认为内情不单纯 他可能是急了一点 比如说一粒一休造成的冲击到现在还在被骂 但是可能他把这些应该要改革的事情 要让他一次全部都浮上台面 大部分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是期待了 我只能期待了 就是后面那两年他可以 之后不可思议 但全台电力大受影响牵涉层面广 经济部长李世光请辞获准 但中油跟台电董事长却仍坐稳大位 无论台电还是中油都归经济部管 它都叫做国营事业 所以在人为的舒适上面 你就是应该要负责任 但是不是只有经济部长要负责任 台电中油都要负责任 至于谁要负责任层级有多高 我认为必须要有相当的层级 才能够让人民服气 一个操作失误造成大潭电厂六聚机组停摆 颜面成全台大停电也引发质疑 蔡政府2025的飞和家园真的有办法成功吗 注意的就像刚才那个专业的讲 他说叫做我们必须要有智慧电网 我们还要分散能源 电力问题成为蔡政府棘手课题牵涉经济和民生 不彻底解决民怨随行 已可预知 欢迎新闻研究强李佳化台北报道 sek优优独播剧影